這些事其實被一些資深醫生卻步 自問我自己考也會肥腦 因為我專科了很多年 我自己是醫科 但是你要我考一些跟我的科沒有關 可能我有困難 可能我會用很多時間來讀書 讀一些跟我的專科沒有關的東西 全世界都是在搶人才 因為不只是香港面對醫生人手短矩 沒錯 醫護人手短矩的問題 看回我們香港 其實我們報告也有指出 有兩條主要的途徑 是令到可以吸引一些海外的 或者非本地培訓的醫生來香港執業 包括一個考試 要考執業再去做實習 另外一個就是非考試 這樣就有限度註冊 但是就不可以晉升去正式註冊 目前這個制度這樣 即是我們在這個比賽去欠人才 其實我們的途徑夠不夠吸引呢 考試 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 但是我經常都覺得考試 第一未必是最有吸引力的 第二 也都未必是最好保證到這個水平的方法 為什麼這樣說呢 舉個簡單的例子 是 我們現在想印進什麼醫生 我們現在想印進一些很經驗的 技術好的醫生 甚至有些人覺得我們應該印進專科醫生 我們這個試的合格率 我自己覺得是偏低 但是不是它特別深 很多人覺得對 因為我們都用回大學的考試來準成 它難處 難處就是 它一次過考完你六年在醫學院讀的 是 我們分開六年來考 它就一次過考完 一次過考 是 這些事情 其實是被一些資深醫生卻步的 嗯 譬如我問我自己去考 都會肥老的 是 因為我專科了很多年 是 譬如我自己是醫科 是 嗯 但是你要我考一些 跟我的科沒有關係 那可能 我有困難的 嗯 可能我要用很多時間來讀書 讀書 是 讀書 讀書 是 讀書 是 所以 這個 這個考試是令一些資深醫生 是 確保 所以不會令到我們 是有吸引力的 那我看到你們的報告都說 新加坡的模式 嗯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很多人誤會了新加坡模式 很多人以為這些 這些畢業的醫生去新加坡 拿著行李箱 進去就可以拿牌 其實不是 嗯 其實呢 他還要給認可的機構 給他一份工 對 有一個專科的工作 嗯 所以這裡不是說 他 拿著 畢業證司就可以走進去 是 那這個很重要 嗯 其實我也拿了他們的那個 上網 下載了他們的那個 究竟你要 怎樣才可以做 申請到那個 所謂有條件的註冊 是 其實要給很多文件 證明你的資歷 證明你的經驗 證明你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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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還有一個機構做 約干年 是 他就寫明 Under Supervision 即是做他應該做的事 嗯 但是都要有 觀察著 是 那之後才會有一個牌 其實這個也是 法官的一種 保證質素的 這個我自己覺得 就保 一定給一個 考考 六年 即是在一起的事 是 好得多 如果你需要的專科醫生的話 保證到個人的水平 這個大家可以 可以討論 也可以平心正氣地比較 這個不是我的理論 但我 也都聽過這個理論 其實收獲良才 給家醫學生的比較 醫學生加了 你收不回 反而收獲良才 你可以 隨著你的需要 是可增可減 例如新加坡 就很明顯 這次是一個好的例子 他需要的時候 一百多間 不需要的時候 又減幾十間 因為需要沒有那麼大 再夠用的時候 全部都減掉 這個是 有自己的彈性 反而 你開多間醫學院 就沒有那麼大的彈性 這個就是一個理論 大家可以 說出來給大家 考慮一下 好 待會兒 多久 在幫助 很高 還透明 我們 到